所以你還是要回到這個地方,然後去改變這過去的位置 然後我們在修行的時候還有說,去到阿卡齋有沒有 然後把過去的學習的完成拿回來 然後我們過去累積的修行也有個完成嘛 這個都可以拿回來 這個現在都已經被書面畫了,就不是很少數人知道的 所以這個是我們講的從低頻的去到正向高頻的學習 然後你只要到這個地方的時候,身心就會比較舒暢 就會比較鬆 謝謝你的主題 謝謝 我們再請這個師姐 在你們寫單字的時間上,我們請她來寫封信 所以你們寫完了之後 我知道有些人可能寫,有些人可能不寫 那跟我無關啦 如果你有寫,你要跟我討論,請你現在 你覺得說,我寫完這好像有些明白 她說我寫了之後我過不去 你都可以跟我討論一下 那個是我所擅長的 但是就像我所講的,我是一個工具 你不用我,那就是你的屬師 跟我一點都無關 我就謝謝你的慈悲,我可以早一點回家 但是呢,講師會沒有那麼好賺啦 為什麼,因為如果你真的不是很明白 這個單子你寫不下去,轉不過來 我知道,我知道 所以呢,我們在真正的轉念單 這個其實是後期的東西 就是你寫了兩次三次 甚至我們會有一個六次的轉念單的書寫 寫完之後,你會知道整個的架構 甚至我們一些觀念上的釐清之後呢 你就可以運用這張單子 因為我曾經有一次啊,我剛開始的時候 有一個人就在進行的中間,他跑進來 同時說,老師這個人他很需要你跟他講一講 我只是跟他講這個概念而已 他還是聽了菩薩斯啊,但是呢 文春請問你有什麼感覺 他的回答就是,我進來的時候頭痛的要什麼 我現在好了 頭腦沒有辦法理解,但是身體有受到 他的威力啊,比吃藥還快 就當下頭好了,頭痛好了 所以我們在這個之前啊 我們事實上是寫作業單 那個程序大概光是寫單子就一個多小時 那所以那一個多小時 我們寫完第一面之後啊 我們做一個敵心對不對 我們的敵心就是說 其實你的五官啊 你的激情六義其實都是中性的 更深的有一個你的情感 你的情感會什麼 會跟你身體上的流動有關 這個部分有接上嗎 從出生以來你的吃的 你的生活的作型 就會造成你的肝膽脾胃 你的腸子不曉得哪個地方 它是結晶的 然後這個就會跟情緒連上了有沒有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切斷嘛對不對 切斷你內在跟外在 然後你的這個轉念的部分 是你可以頭腦思考 你說理性 但是又受限於身體 所以我們才需要治療身體 那然後呢 我們上課做什麼 上課就是做很多的釐清 你們的單子一張一張拿出來 然後我們討論一下上面所寫的東西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他寫的東西 謝謝 我先跟你舉個功 謝謝你的慈悲 帶給大家這麼深的療癒 來我們來看他做一段 我最喜歡談這個 這個很有趣的你們看 第一個 我希望你對不對 這個叫做沒希望 做不到嘛 然後你做了就不要抱怨 那是自作自受嘛對不對 然後呢 我們這個單子通常我們會把這個你改成我 那我既然接受他我就不能抱怨嘛 欸 阿嬤是穿10娘子 很敢出來耶 那感覺不是比女兒更親耶 所以這個就是接受的部分 我做了我就不要抱怨 每天開開心心的與家人相處 這個就是你應該有的心態啊 你剛才那個轉念之後不就是這個嗎 就是一個可愛的小孩跟你討愛而已嘛 然後我就很開心的在一起嘛 尋找可以讓身體健康的方法 這個就是很正面的啊 所以你要放掉 阿嬤是我很正面他沒有很正面啊 所以你看到老公沒有來對不對 所以他很堅持他的想法 就這樣子 很堅持想法的話那就要再寫第二封信 來 所以我告訴你說這是沒希望的 然後明威智 人家說各人做也各人單 你如果當初不知道說嫁這個 會去憲哥抱怨 我知道我就會計算 但是我都計算 我都不算 因為我們也是一個人 所以我們就好 我們就好看 看看有什麼辦法 然後就看他過幾次 這就是頭一輪花嘛 這個你看喔 你要把從外面要把他拉回來到裡面 因為所有事情都是我所投射的 外境是近 老公他是在討愛 但是我看起來是在抱怨 所以事情是中心就在這個地方對不對 好 那老師剛剛講的沒希望 是說我沒希望還是他沒希望 不是 因為你要他改變 我希望他 你希望他改變的部分是做不到的 他不可能改變 他並不是你想的那個樣子 各位同學 我講的這個都是真理 如果你能夠用比較中心的態度來看 我講的每一句話都是真理 因為我們太多的經驗了 這個就是真相的部分 因為你的心一直沒有辦法打開 好 來 寫第二封信 一樣用低人生的方式 再寫一次 我們已經有做了一個比較簡單的釐清了 我想要再寫什麼 一樣啊就是你告訴你老公 他應該怎麼做 他應該怎麼做 對 他應該怎麼做 對 再說一次 一樣就是這個 用這樣子的一個方式去跟他對話 你希望老公應該怎麼做 然後你會比較開心 然後你這個真的 因為他說他跟年級真的很像 在那邊 我會碰它 男人 比我 resept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一天照三餐 可能更多一点 因为世界为什么要回来 世界我说 然后我想 所以你看 如果我在我心里面 我的老公都一直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对外说 然后我心里面想 他不会改变 他是如我所愿 他是如我所愿 但是我们就讲说 他是中性的 他是外在的 又是流动的 所以转变的机制 还是在你 通常他只是用另外一种方式 在叙述这个事情而已 所以看起来就是进入不深 但是没有关系 他没有深跟浅的问题 就是说 让你可以重新的方式 让你可以重新去看待 如果说 不然我们就讲说 那就离婚啊 做不到 那如果不离婚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用 怎么样子的心态 来看待我这一段 家庭上的生活 就是要转念啊 不然 你愿意让自己 就生活在那种 比较长时间的那种 比较闷的 就是我自己会寻求 我比较快乐的方式 来这边上课啊 对不对 对啊 就这样 掌声啊 对不对 我没有在家里 听他睡睡念 然后我很不开心啊 我就出来学习 所以我们就讲说 因为夫妻总是一个共同体 所以如果有个机会 能够彼此量身的时候 是最好的 所以这个就是做一个 很重要的精神 所以第一个 先厘清外面的世界 然后跟我的关系 之后我们就写两封信 然后你去看 对别人的建议 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建议 因为你已经经验过他了 然后我们不企图别人的改变 我们没能够决定 就是我的心 如何转 完了之后呢 就是去到最后的 后面那个地方 我如果不断的选择 听到老公的抱怨 然后他很累 然后我很生气 他的生命就没有改变嘛 所以我一定要转 转过之后 就海阔天空 那个 那个进来的 不会是老公一个人而已 绝对是你有关等 生命共同体 重要的家人 所以开心不是老公开心 而是跟你有关的所有人都开心 这个不就是很大的救赎吗 那因为有时候这个东西 他就需要一次两次 这样慢慢去沟通 体会 然后甚至于说 来 请你站到这个地方 来 我们来感觉一下 他身体上的气场 他讲很凡就是心嘛 对不对 然后怒就是干嘛 大概心跟干这两个地方 你都会感觉到 比较明显的一个气阻的一个样子 这会比较稠一点 你们都可以把手拿起来试试看 对 因为他没有距离 我们讲隔空都做得到的 何况他站在你们面前 在这里 好 有 有 然后我们转过来 他还有一个地方很明显 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可以感知一下 就在这里 还有这里 那心就会在心后的地方被感知到 但是 所以啊 想必他所讲的这件事情 也让他心里面有很大的压力 因为我们讲这个地方就是承担嘛 但是呢 他这个地方也有能量现象 代表说他也没有去意识到自己是平安的 甚至于他没有把自己的力量发展出来 所以整个就会扯在一起 然后上面就会比较稍微枯燥的 然后比较频率低一点点 所以像这样子啊 我们大概啊 我们大概 我帮你简单刮几下 我们做个示范 第一个 我们这个心后这个地方就往下放松 然后肩膀往两侧放松 往两侧放松 然后这个地方坐下来 然后压一样 就是这样子 这个就是一个比较 这是标准的简易的做法 就这样子 全身都可以坐 全身都可以坐 然后这里 然后啊 我们做完就轻轻的这样子拍一拍 好 刚才有举手的人 请你再测一次他的能量状态 我们很简单的大概花一分钟左右 有没有 你贴住他的气的时候 有没有感觉 身体上气有跟着在流动 然后比较舒服一点 这是背的部分 然后好了 我们把它转过来 转过来 我们前面都还没刮 但是后面可以管到前面 一样 我们可以做个呼吸 然后感觉一下你的身体 是不是会比较舒服 好 有没有感觉到这个气球比较顺一点 请问你有感觉吗 我的 其实我今天脑的腰会有点酸 可是刚刚这样上课到现在 比较好 比较好 对 这个都可以马上被感知的 所以呢 情绪的部分 我们就由目转洗嘛 洗的时候心就会开 然后因为结了婚跟生小孩一样 那就是自己的责任 那我们就是尽力就好了 然后我们就寻求一些 可以改变的方法 因为你一样都是必须在 那个环境里面的选 但是你可以选择 我开心跟不开心 对 那我们就选择开心的 这样子的时候 整个能量就会疏通 我们是有办法做到说 当解读完之后 整个人就松掉 那样子 就是进入一个 比较正式的解读的时候 可以这样子 但是因为我还是会回来建议 就是身体要做 为什么 因为身体不做的时候 这个是物质 这个是很不着的 很多的课程 你们上很多 但是改变不大 就是因为忘了处理身体 但是身体 我还是主张用顺气的方式 因为你如果不把它气带出来 它改变的不会很大 所以这个就是很典型的 身心的一个平衡的做法 对啊 那老师像我右肩膀 可能是站你 然后我的膝盖很久以前 车磨过 所以我觉得我的伤不舒服 好像都在右边 那有的时候这个力量给不出去 我们刚刚有提到它的骨盆腔 有没有 所以你就是力量出不去 所以它就在外在这个地方 创造一些能量状态 然后啊 大概这个肩锁关节 跟膝盖都会跟心有关 在能量场上 我们这样换 你现在手会不舒服 我的手 故意不是因为我这边有个点 有点像我沾脸 所以我的手没有办法这样 抬太高 没有办法这样翻过来 像一张手可以这样翻过来 那我这手可以翻过来 没有办法 这个筋膜是有拉到的 对 你看哦 这个是气啦 来 你把手往后稍微抬一下 拉在这个地方 比这样 所以 你先手放下 哦 这个是我的头 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会跟你们报道 气啊 它就像这样子 有没有 它可能在这个地方受伤 但它可能从那个地方拉过来 所以 它在做的时候 我们这样拨一下 就在这里 你们可以感觉 它这个地方有个热点 这里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这样放松它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 它这个痛点 它会有气带走 这个就是实坐的部分 实坐的部分 然后腰有一点点 腰这个地方有一点点 还有这边 它讲说它右边的伤比较重 好 来 我们稍微简单的 来 请你再抬一下你的手 看看 有没有觉得比较松一点 好像有 因为现在真的时间很短 我们有点在赶 它也没有伤要久 要不然像这样子的时候 它有别于一般传统的整腹的做法 那更不是西方的附件的做法 我们从气的相对位置 然后母开可以读出它的情绪是什么 那这个就很完整的圣心边量 所以我一开始就跟大家 确保健康是绝对掌握在你手上的 就是演你这样子的理论 从身体上的化解 从情绪的解读 一直到灵魂的特质 我们都可以跟你谈 那量身定做出来之后 你只要做微调就好了 生活上做一些很纤维的改变 让它好好照顾你的身体 因为修行啊 还是必须要得兼顾到身体 如果身体不好 光处理身体就来不及了啦 你不要讲修行啊 太远 那这个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 一个气的示范 然后跟进去 好 谢谢你 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 好 我们大概还有八分钟 应该不到八分钟啦 我们还有个结尾 所以 师兄你要不要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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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